恒河 恒河被印度人称为圣河 母亲河 其流于面积在印度领土的四分之一 养育着近四亿的人口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再给你们大家看一看 还没有多少人 超级超级多人 位于其中有的瓦达纳西 印度最古老的城市 每天都有众多的印度教教徒来这里朝圣 他们相信凡是在这里死亡并火化的 均可直接升入天堂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有资格采取火葬的方式 像年幼的孩童 没钱的人 自杀身亡者的尸体均是直接放入恒河 就这样年复一年 恒河水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成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那么恒河被污染的到底有多么严重呢 每天约有17亿升 废弃物被排入恒河 其中约8700万为下水到污水 在瓦南纳西所测得的水中 沸身大肠杆菌群测量值为5万MP每100毫升 极为印度规定的河流污染标准值的100倍 尽管污染如此严重 据说依然有非常多的人 会在恒河洗澡和饮用汽水源 我对此感到非常好奇 所以此行来到瓦南纳西 带大家来这恒河浴场一探究竟 好 最后我们和这个渔夫 砍好了价钱就准备上船了 现在终于坐船来到了恒河的中央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地方 其实大哥的意思就是 恒河的中心基本上是干净的 只有河岸是比较脏的 因为每天都会有很多住入排屋 凡事的活动在岸边进行 好 你可以跳吗 我跳 我追求你 我的朋友第一次跳 我立即跳 等一下 说一句话先 欧的金 欧的金 对不起我的爸爸 对不起我的妈妈 对不起我的爸爸 对不起我的妈妈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嗯 这个跳水的沙雕就是我了 恒河有风险 跳河续谨慎 请大家切勿模仿 这次跳水完全是出于老金个人对恒河的好奇 其实跳完发现恒河水虽浑浊 但并没有任何意味 不过我也不建议大家去做此尝试 毕竟要真踩到什么东西 怕以后心里个硬不胜 而且跟我一起约着跳的那位船夫小哥 他最后也没有跳 所以说我们就约着那个时候的明天再去跳一次 好 再见 其实跳横河并不是一次挑战 而是通过这次独特的体验 让我意识到保护河流的重要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次节目的旁白音质有所提高呢 这次录制用到的是拜亚动力FOX桌面USB麦克风 使用起来挺方便的 就是争议有点小 不过这也更好地隔绝了 作为同事的声音和环境噪音嘛 跟风一起来吧 这个好臭啊 哇 这附训真的很多人在这种河里面拉靶麻 真的很臭 我要给你的路牌 被锁住了